健康2.0 凯云陪你守护全家再升级 观众朋友我们常说 现在台湾的老年人口越来越多 说高龄化社会 其实这句话已经不对了 我们来看台湾 其实所谓的高龄化社会 就在2018年之前 这个定义是怎么样呢 就是65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7% 叫高龄化社会 接下来已经没有化了 因为已经确定就是高龄社会 也就是现在这个时期 从2018年开始 我们就进入了高龄社会 65岁以上的人口占了14% 而接下来更恐怖的 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得到的 居然就在5年后 没有很久 台湾就在5年之后 2025年2026年就会进入超高龄社会 这代表什么意思 65岁以上的人口呢 占了总人口的20% 好恐怖耶 5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是老人家 你们在整天就常看到这样的状况 而且这5个人 有一个人是老人 在一般的平均是这样 但是在医院不是喔 医院大概是平均5个人 大概有4个人就是高龄社会的人口 因为其实基本上 当然是超过65岁以上 我们身体的一些慢性病 就会跑出来 那我想我跟王医师 我们两个都是属于 会遇到老人的这个比例 比较高的一个科别 就我们的科别比较容易遇到 所以我们其实在门诊上 有时候就会看到 你会觉得有点担心 他们的未来怎么办 像我们就常常会遇到 有两个病人 这个妈妈80几岁 然后女儿60几岁 然后女儿带着妈妈来 两张箭袍卡一起挂号 因为两个人都要看慢性病 自己带着妈妈来的孩子 有些时候跟我们成为朋友 他们也会跟我们说 他们其实有点担心 今天的她可以照顾她妈妈 明天的她谁来照顾她 因为有一些时候 这些小朋友 有一些很孝顺的 她可能就是一直专心 在照顾她的长辈 她不一定有结婚 她也不一定有小孩 所以其实这种我们说的 超高龄社会 或是高龄社会 它会面临到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你要怎么自己 可以照顾你自己的未来 我觉得这个问题 是大家可能在将近的 然后五年 其实我觉得现在 就已经是这个趋势了 你就应该好好的去规划 以后我们的未来 我们要怎么自己守护 而且65岁已经变成 所谓的年轻老人了 她还要照顾年纪更长的 我想在我们身边 很多三明治族群 都有这样子的感受 真的年纪越来越大 主任你在诊间 特别请这一家人拍下这张照片 你说这是四代同堂 可是场景不是出去玩 跟哪里边 这是我在周末的时候 这个是女儿 女儿她好不容易礼拜六不用请假 可以带爸爸妈妈 还有祖父来看病 所以这个是女儿 然后陪着爸爸 然后带妈妈来看诊 对 然后还有阿公 阿公因为已经九十几岁 所以他本身有一些慢性病 要来看心血管疾病 那妈妈因为骨质疏松 关节人来看我的门诊 那我想奇怪为什么 这个老人 这个阿公到底是 另外一个人照顾怎么 好像他一个人要推了两张奴隐 后来他发觉 他真的是一家四代 他一个人要照顾三个老人 还好他爸爸还健康 可以帮他照顾 可是你看孩子得背着来 对 所以其实是蛮辛苦 所以我们现在的社会 我以前刚刚看骨科门诊的时候 这个病人还没有那么老 那我当十四年的主治医师之后 我也变老了 我的病人也变老了 而且常常都是一家进来 这发也四张健保卡 爸爸妈妈爷爷奶奶 这是很辛苦的事情 真的是很辛苦 而且你看以这个家庭来讲 还好女儿是在中壮年 但是他已经要照顾两代了 这个爸爸妈妈还有阿公 再等下照顾一个年轻的老人 再照顾一个老老的老人 但是也有就是我们平常在这个平日 因为这是假日 平日可能就是这个老人家 带着他的爸爸九十几岁跟太太来看诊 这就是台湾现在的现况 其实在台湾失能的人口 2019年统计下来有79.4万人 如中前你对这个特别有感觉 照顾爸爸照顾了15年 对 当时是 本来是 就是一个感觉一个青春 应该要去到处挥霍青春的一个时代 感觉还是年轻的时候 那因为哥哥已经 有成家了 姐姐嫁人了 自然而然的 我妈跟我说 那你回来照顾 所以照顾 全部担子都在你肩上 也没有这样讲 我觉得我妈妈比较辛苦 我比较偏向于就是回家 让他们有一点力量 看得到我 然后这15年来 很多的心情很复杂 比如说 第一年到第13年 我越来越凶 但是我自己感觉不到 我在外面还是阳光少年 刚开始要当DJ 还在争取机会 很阳光 所以没有人 那个时候任何的同事 跟朋友都不知道 我家有一个中风15年的老人 所以一到13年 越来越紧张 越来越紧张 第13年我几乎快要凑我爸爸了 就很 那个关系太糟糕了 太紧张 太想要 为什么你要这样折磨我 为什么要这样折磨我 那我有一个朋友 知道我的事情 觉得不能 你不能这样 你太夸张了 他花钱送我去看 心理步道老师 那你已经花钱了 以我的巨蟹之后 就说舍不得好 我去我去 不然我死也不去 我就去看 就解开了一些心结 一看就看了三个月 解开了一些心结 第14第15年 我爸走之前 我相信我这个儿子 跟他过是个比较有品质的生活 那我想讲就是终于他走了 很不堪 讲终于 就是家人知道舍不得 他是你的爸爸 但他走了那个时候 你会松一口气 你真的会觉得 矛盾的感觉 你会觉得 怎么这么不孝 可是确实你肩膀松下来了 那爸爸走了 那我就跟我的妈妈 过了五年很棒的生活 我妈妈终于可以 不用天天看着这个老人 然后也可以比较 跟他的儿子去享福 吃东西出去玩 我妈健康那个时候也好 马上面临是我妈妈的老化 然后医生 当时用恐吓我的方式 告诉我说 你赶快搬家 因为你妈妈 在一年之内 她的膝盖会不能用 所以我变成 一年之内赶快要从 二楼的公寓房 要去买电梯房 让她可以爬楼梯 让她可以坐电梯 对对对 所以那一年就紧张 我没有想到 我的一生要买一个房子 那平平我自己就 我活该 我喜欢大房子 我就买了一个大房子 但发现妈妈的老化 是越来越黏我 什么都叫我 什么都要 好像 我都常常会有一种 抱怨说 你不是还有个大儿子吗 你不是还有我大姐吗 为什么通通什么事就叫我吗 她就觉得你这个人怎么这样 你就在我旁边叫一下会怎样 可是当你一天 我最高纪录一天 早上去看台大医院 带我妈去看台大医院 中午去看三种 晚上看西园 所以我一天都没有任何的时间 在做自己的事情 而且跑三间医院 大家如果带长辈去看过医师 就知道那真的要等好久 没错没错 你不是说看到就等到 对 在那边是两三个小时之后 带带妈妈去吃饭 而且 常常是要检查什么 然后要慢慢地扶着她 或推着轮椅 然后或者说是要去付药费的时候 是我们要去排队 因为老人家就是身体不舒服 不方便 所以变成一个年轻的人 要到处跑 而且她会急 她会一直催 为什么没有我 为什么不是我 我要去上厕所 这些都是我的日常 直到我 因为照顾爸爸已经很有心得了 不知道妈妈会有这么一天 照顾到后来大概 第三 第四年 我妈妈的事 我妈现在是健康的 感谢老天爷 那第三 第四年的时候 我眩晕症 我可能是因为 长期的压力的关系 我得到眩晕症 那个时候就真的不行 就是我像我的哥哥姐姐 第一次 人生当中这么久 第一次求救说 我不行了 你们赶快来接受 这个时候我的 妈妈的这个担子 我才不用去住到医院 因为那个时候 我妈妈还开刀 所以我就不用睡在 我妈的旁边 才开始我的哥哥 跟我姐姐介入到照顾的事情 天哪 你等于撑了快要 二十年的时间才求救 你看其实 很多照顾者压力有多大 这个是在家庭照顾 关怀总会 他们所统计出来的 很多人都照顾到 觉得快要撑不下去了 上如中也是 有眩晕症 不舒服了 还要去照顾 而且觉得很疲惫 体力也没有办法负荷 甚至呢 因为要搬动他们 然后睡眠 你是如何被干扰 因为妈妈每一天的作息 早上五点起来 就有一开始拜拜 但是她加上她重听 所以她的声音都是 都这么大声 然后说跟妈妈沟通 说妈妈小声音小声音点 大概可以沟通 她可以做三天 三天安静下 第四天又恢复 说你怎么忘了呢 可是她也不是故意的 她不是故意的 那我问她说 那你可以把时间往后延 比如说你九点到十一点 固定度估嘛 那你就把五点的拜拜 到九点度估的时候来做 因为我跟你讲 老人家她本身就会早醒 所以她有些时候 她到五点 她已经真的觉得 她已经很醒了 她已经醒了一个小时了 她觉得很焦虑 所以我可以体会 但是这个 我也长期有眩晕的问题 那时候最惨的 就是包括我眩晕之余 我还结识 所以同时发的时候 是真的还要带她去看看医生 然后你自己又非常不舒服 真的有辛苦的 好 照顾她身体跟的变化 而且感到心力焦脆 主任你有病例是这样 有一个阿公的 阿公大腿 髋关节骨折 然后开刀 然后就女儿65岁 带她来看门诊 那一开始就是这个 这个65岁的这个阿姨 照顾这个86岁的这个阿公 还不错 那有一天呢 忽然看到这个65岁 这个阿姨穿的背架 然后她进来的时候 健保卡已经不是哪一张 她连自己的都拿出来 我说你怎么了 怎么了 她说因为我要扶我爸爸 然后要帮她上床 要抱她 对 所以不小心她那个骨质疏松 就找人压迫性骨折了 所以其实这个像如中这样 就是其实照顾一个 需要被照顾的人 自己其实本身也同时 也可能会老化 或会受伤 所以其实也是很辛苦的 然后精神上觉得痛苦 而且跟她在一起会生气 精神上觉得痛苦 有时候觉得很好笑 觉得我 因为外面是阳光男孩 我怎么感觉到精神上觉得痛苦 我后来发现 有一件事情就是 我很怕听到半夜的电话声 就通常半夜电话声 就代表家里有事情 赶快回来 所以就会整个神经紧绷 对对对 所以我很怕 电话来的时候 绝对不是喜事 你就会知道 要急诊了 要住院了 那这个会让我觉得很怕 那和她在一起会生气 这是在前15年的 根本就是日常 因为我就是个纠察队 想要当模范生 就爸爸你要乖乖地吃药 你应该好好的 避免吃咸 避免吃油 我爸爸通通不做 我爸爸在走的之后 我们发现 她在她的枕头 跟她的床 紧靠着墙的那个地方 那个缝隙 满满都是药丸 她藏起来了 她不吃 因为我们骂她 要她吃要她吃 她就不吃 可是你不吃 就越来越糟 对 可是她吃了 呛倒 她这边已经退化了 每一天都咳很久 所以你很难 很难两边都心明气和地 把这件事情当做道理来讲 最后就变成两边都很紧绷 两边都 我为你好 她也说 那可是我不好 你就会为我好 越来越糟糕 了解 所以真的是 精神压力也很大 身体的压力也变坏了 再来整个社交方面 影响旅行计划 交友说影响 得要实施客 客注意它 花费的负担非常大 甚至会影响工作等等 前一你看过的 这个大概花费会到多少 其实一般一般 因为我有帮很多的一些 一些人 他更改家里面的浴室 或什么之类的 我们做设计的 然后常常就会遇到这个问题 这花费 其实我们大概分成几大类 那其实他当然还有很多的细项 比如说我 我身边就是有一两个朋友 忽然性的 就是平常都会出来 干嘛忽然就不见了 那他可能就是家里面产生一些状况 那我跟大家分析一下 比如说你如果是家里面需要照顾 一次性的费用 大概会有哪些呢 第一个可能就是特殊卫浴 因为一般我们的家里面建商 不管你买什么房子 他都不是为老人设计的 所以他的门 光是那个门 你轮椅就退不进去了 而且他会有门槛 然后再来呢 他的暖气设备 跟这个干湿分离的部分 可能也做得不够完善 那老人洗完澡会很冷 然后还有他需要坐椅子之类的 因为你可能会有看护 你必须要两个人到里面 去帮他做一个清洗 然后上厕所 你可能要抱他 那这些上面呢 就可能就是特殊卫浴 你要重新改装一下 或家装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当然轮椅你可能要买嘛 然后再来就是这个电动床 还有这个气垫 那电动床 是为了要让他起来 下去比较方便 而且我们还要特别去配电 因为他那个电 可能还要特别 要配置在他旁边 所以这个我们大概 很保守的估计 四万到二十万 其实已经很省了 天哪 这个是一次性的哦 你第一次的花费 你这个range也太大了 四万到二十万 对对 我已经尽量打折了 可是那个至少他的这个成本 其实还是在那一边 然后再来就是长期性的这个看护 这个我之前 因为我朋友他都去找 那其实他有几个选择 第一个 当然你自己照顾 可是你要想说 你自己照顾 可能夫妻两个人 像我朋友 他就是太太照顾 那可能他就是没有了工作 没办法工作 而且他后来又生了小孩 然后还要照顾 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心力交瘁 那个太太的情绪 也会很不稳定 那这个可能就会损失 很多的这个收入 然后再来就是本国的看护 那本国的看护 他可能从三到七万 为什么这个论据会这么大呢 三万他可能是白天 那晚上他是没有的 如果你要二十小时 那假日还不算 大概就要七万块钱 这个是本国的部分 然后再来外籍的 他会比较便宜一点 大概是二点五万 可是二点五万 其实也不包括他的假日 因为他假日要放假的 你如果现在法令规定是 他假日你要来照顾 要再double给他 而且这个部分就是外籍的部分 他就是你还要担心一些沟通的问题 什么之类的 然后再来就是护理之家 护理之家大概一个月 差不多二到四万 可是你要注意 有一个重点 如果今天他发生 比如说一些紧急的状况 你要送医院什么 他们是没有要帮你送的 他会打电话给你 或者是你自己要赶快去处理 或者叫救护车 那那个时候的费用 就完全是另外的 完全不一样了 不然他只帮你照顾日常 但是需要送医院 需要检查 没有 他只是通知你说 那个需要处理了 然后你赶快处理 那因为他很多人嘛 他没有办法个别帮你处理 然后再来就是 长期性的耗材 这个成人只要骗 请聚 衣服 这些 所以其实汗不浪当 加起来 你的工作会受到影响 你要花这些钱 对一个人的这个压力 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大 好 我们等一下要来看 要让老人家 不要退化这么快 到底有哪些方法呢 其实从走路知识 就可以看得出来 另外 大家知道蛋白质很重要 不管老人或者年轻人 想要增肌减脂的话 一百块钱 我们今天的任务是 一百块钱在超商 买到足够的蛋白质 马上回来 其实大家都有经验 看一个老人家 健不健康 从他的腰杆 从他的步态 就看得出来 当时爸爸的步态变化 是怎么样 爸爸因为是越来越严重 靠15年来 越来越糟 那中风的人是这样 像他是半边的半身不随 所以他可能是 脑子发出命令叫脚走 但脚跟不上 所以他的身体会往前倾 会抖 然后他要一鼓作气 如果他一鼓作气 脚没有抬起来到那一步 他就跌到了 当然如果一鼓作气的话 他可以 我叫小碎步 对 他会很快地这样走 但是走不了多久就要停 下一次就要告诉自己 一鼓作气 真的很辛苦 谢谢爸爸 那妈妈又不疑 妈妈是因为骨松跟膝盖的退化 所以她是痛 痛的关系又积水 越来越痛 然后就抽 所以妈妈现在就是鼓 因为她这样胖的关系 越来越鼓 那鼓可以让她 我们说你这样子感觉 越来越鼓 越来越老是你最不喜欢的 不漂亮的样子 对对对 可没有办法 鼓她才会轻松 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她才会轻松 因为我不是本人 她鼓才会轻松 然后她因为胖的关系 所以她走路会变成 摸一个地方 好比摸这里 好像这里是她支柱 还是一个茶壶的 还是她那里会痛吧 不知道 我不知道 她就会变成这样子 应该会痛 会有一点点打开 这样子 对 脚是欧字型的 是 然后会是弯下来的 那甚至她现在连做菜 都是估起来的 都是往前的 好 那主任为什么 刚刚如中提到 妈妈会这样子往前 还有我们真的是看到老人家 她的步态 就知道她的健康状况 因为如中刚提到 如中妈妈 因为我们关节退化 她会不容易伸直 还有我们老人家 就是她年纪大的时候 大概脑容量每十年 会减少5% 然后她的大脑 因为退化 她要控制平衡的能力 会比较差 所以她需要一个 比较张开的步态 她会比较稳 如果我们走得比较细 容易摔倒 然后她又生不止 再加上她年纪的 她有个肚子 然后她又有骨质 可能会疏松 脊椎椎间盘会退化 她会比较往前弯 这样会比较舒服吗 她维持这个姿势的时候 刚好她的重心可以平衡 因为我们如果膝盖弯着 然后站正的是 往后倒的 因为膝盖伸不止 所以她会往前弯 她刚好就维持这个 一切都合理了 就是一个不正常的平衡 然后加上我们的肌肉 大概在70岁以后 大概每10年会减少15% 然后走路的速度 所以因为肌肉量减少 每10年减少15% 对 减少得很快 所以因为肌肉量减少 所以她的走路速度 她就会下降70% 也就是换算成 走400公尺的操场 她必须要比一般人 躲花13秒 所以我们常常看到 银法族就是我们传统的住宅 我们可能我们孙子 儿子都下来要出门了 就妈妈怎么 她住在二楼还没下来 妈妈为什么你下不来 她说因为走楼梯 没办法走 要扶着扶手 或是她上到二楼 她奇怪为什么 妈妈最近都在一楼看电视 不上二楼 因为爬楼梯 没有办法跨步会痠痛 她就上不去 所以这些都会让我们的行动力 会受到影响 所以我们行动力有两大原因 会越来越退化 越来越慢 一个是跟大脑有关 还有肌肉流失有关 这一点感觉比较容易解决 我们常说 担心肌少症 所以蛋白只要吃够 到底怎么样吃够 然后刚给你的任务100块钱 接招 有有有 我们答案有做一个功课 不要可以分享给大家 我先讲一下肌肉流失 其实大家不要觉得 这是很简单的事情 你在年轻的时候 你吃很多的肉 你会觉得很开心 比如可以吃一块超大牛排 一块超大鸡排 你会觉得很开心 可是对于老人家 尤其他们吞咽跟消化比较差 这个是一个负担 其实是 但是却变相的 我们在这个成年 就是像我们现在一般人 我们一天平均的蛋白质量 大约用 我们用公斤数来算 大概0.8到1公 1克 换言之就是假设我是个60公斤的人 我大概吃48到60克的蛋白质 就是够的 但是呢 随着你的年纪退化 随着你的积少症明线 我们的要求直接是翻倍 它会变成1.5到2倍 换言之大概 那比较它又吃不太下 对 换言之它大概是需要 1.2到1.6克 平均每公斤 换言之就是说 一个人 他从年轻可能是要吃 48克的这个蛋白质 他到老了要吃96克的蛋白质 所以他其实是翻倍的情况下 很多人是没有办法吃的 所以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老人家 你先去注意他的蛋白质含量 那含量少的时候 你要去了解为什么 有些人他含量少的原因是他牙口不好 那你就把它弄成他比较容易吃的 比如说蒸蛋 比如说多一些饮品 那如果假设是因为价钱的关系 因为有些人他会觉得蛋白质跟白米 尤其老人家有些人省钱 他会觉得我吃白米饭很便宜 我买一锅米就可以吃很久 蛋白质那个肉很贵 我们今天就做了一个 这个制作单位他们做了一个准备 就是说我们让一般的人 可以在这个超级市场里 就是在这个一般超商里头 我们如何弄最小的钱 买到CP值最高的蛋白质 我想问一下钱宜 通常你去超商100块 一下就没了吧 买杯咖啡 买个这个什么三瓶 这就超过了 地瓜就过了 搅个停车费就没了 所以这个挑战很困难 100块而且是超商里面 好这不只是老人家了 很多年轻人他想要让自己的鸡肉 更有利 然后平常上班可能觉得 便当都是油 这个时候到底要怎么吃 比较聪明 我们来看一下 哇这品项好多 我觉得大家可以截图 因为这真的是精心制作的表格 就是我们其实是去收集 蛋白质含量比较多 其实顾名思义就是一些饮品 或者是一些含有肌肉 会含有肉类性的东西 所以他大概分 我先讲这个是不关乎到完全的健康 所以比如说他把大鸡排 把一些比较健康的鸡胸肉 输肥肉 那还有到炸鸡等等都去做这个统计 那在这样统计里头 他基本上就是看你每一次买到一份的价钱 跟我们每次买到一份 他所换算出来的蛋白质的克数 这个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克数 那他就去算一个很有趣的CP值 所以平均你可以看到这个是值你一元 你可以买到几克 你一块钱可以买到多少蛋白质 那如果一块钱他的蛋白质效益比较高 吃到你的身体可以让你长肌肉 不管老人或者平常我们年轻人都一样 CP值就高了 你就可以多挑这些东西 所以他其实圈起来 我觉得有很多 只要你大概0.45以上 0.5以上 我都觉得他是属于CP值高的食物 那除了我们讲的是直接联想到的肉类以外 第二个就是饮品 我们其实不要小看饮品的能量 我们先来看肉的部分 所以这样看起来的话 你看因为这个是烤的 鸡腿是烤的 相对呢 这个料理方式可能比较健康一点 然后这个是炸的又多了一些油脂 所以除了CP值之外 他可能油脂含量会高 那又长了一些肥肉 所以你要考虑一下 所以像这几个炸的 就没有这个被我们圈起来 目前被圈起来三项是 一个是CP值高的原因 对那一个是他比较健康一点点 另外一个其实我觉得蛮值得 善用的 其实你就算不是茶叶 但你在家里买蛋起来 做成像是蒸蛋也很适合 因为它的CP值真的很高 如果你自己在家里买一颗蛋 可能五块钱六块钱 那它的CP值就更高 所以有时候假设你家里的长辈 是因为钱的关系 其实蛋是一个可以考虑的范围 可是到底可以吃几颗啊 如果你说你的教练吃几颗 他吃十颗 一天啊 因为它是肌肉蛋 但是他建议我们一餐都有一颗蛋 这样不会有胆固醇的问题吗 其实胆固醇问题在这几年 有稍微被破除说蛋并不是代表 它会造成我们胆固醇很 会有很大的影响 但是我们还是不鼓励那么多啦 因为食物还是多元化 我们讲的是说假设你一天 你可以配一颗蛋 那如果长辈他有高血压问题 当然茶叶蛋会比较不好 你就自己在家里备 那第二个就是饮品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其实饮品它基本上就分牛奶类的 或者是豆浆类的 我们这边提的豆浆 是因为有一些这个长辈 他们比较偏好豆浆 所以我们把豆浆系列放进去 其实说真的 你最好的CP值最高的就是这个 不是浓豆浆啊 不是浓豆浆 反而是这个无糖高鲜豆浆 它这个其实我们是用 它真的后面的成分表去做换算 所以应该准确度是蛮高的 那我们如果假设 我们手上只有100块 我们应该怎么吃 我们随便挑三个CP值高的 你可以以此类推 比如说你可以把这个改成豆浆 或者是你把茶叶蛋 就是做一点调整 如果你一餐 当然不能全部都蛋白质 你吃一颗茶叶蛋 一个鸡排 一个烤鸡腿 98块 98块 你的蛋白质量 你的蛋白质量 已经是超过一天的 一半的需求了 就是我们一天大概是96克 是蛮高的需求 是 你已经有51克 所以代表说你已经超过了 所以如果假设你今天 你家里附近就有这个便利超商 或者是你有时候你想要省点钱 但是你又想省方便的话 我觉得你可以考虑一个比较简单 又CP值比较高的选择方法 因为这个肌肉量 还有把我们训练好 真的是非常重要 像如中 你现在自己也自我训练 然后还会去参加一些路跑 对我来说 因为爸爸的关系 跟我影响很大 也就是说 他几乎是个当年是每个礼拜六 去登山的人 小小的运动 却还是中风 所以可见运动量是不够的 因此我当时我爸爸走了以后 我们全家都是不运动的人 我就开始慢跑 那慢跑再加上 因为今年的关系 是整个疫情 大家都活动的关系 通通不是很好 所以我又加了两天的健身房 因此变成我一个礼拜 会有三到四天的运动量 像你这个是参加一个路跑 是不是 是 因为参加路跑 对很多人来说 可能是算期中考或期末考 就是一季或一月 你到底花了多少的时间在练习 然后在路跑当中 别人会应用奖牌 应用测时间的方式 让你更专注 可是对我来说 比较像是点名 就是让我知道 我还在这个圈子里面 不要放弃 就在这个圈子里面 你还是在动 你还是在运动 即使成绩不佳 但那个气氛会告诉你说 你还可以继续往下做 所以你现在大概都跑几公里 如果是每一次的练习 大概都12到14 12到14 然后像这种路跑 大概半码都是21 大家都知道半码21 全码是42 一般人 我都可以跑 大家一定可以跑 因为我是从那种超强跑 一圈就会传到 很想骂脏话的人 到第二天 我就告诉我自己说 跑完一圈 再加一个垃圾桶的距离 第三天 垃圾桶再加一个树的距离 我是这样跑出来的 所以大家绝对都可以 OK 就是从爸爸身上看到了 非得这样训练不可 就是有一种 你说是补偿 因为爸爸活的 我觉得活太短了 他60岁倒下来 75岁走 我会觉得有一点太短 他还来不及看这个世界 然后我们等于有点帮他多活 如果可以的话 如果我还算孝顺的话 我帮他多活 多看看这个世界 他应该会很高兴 我是这样想 这段话感觉好温暖 广告中我们也要继续来看 其实很多人就是这样 三明治族群 家里头老的老 小的小 我想大家都是这样的状况 那么如何让这个三代 或者四代的时候 可以活得更愉快 其实有一些比较聪明 而且对我们照顾者来说 比较省力的方法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健康2.0 你不要以为你到了地球黄金线 这个节目 其实十一柱形的形 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也在我们的健康当中 我们刚刚讲的 我们人的行动力 除此之外 除了人的行动力要好 如果可以在这家里头的 老的小的一块出去 哇那真的才是天伦之乐的幸福 所以呢 前一告诉我说 有一台SUV很厉害 像变形金刚一样 话说前一人嘞 我在车里面第三排 我在第三排 你看后面还是很宽敞 而且VIP座位 你180公分都坐得进去 185跟正下 好那你现在出来吧 我可以自己出来 你看看好了 很方便 而且我这边开个门 然后自己就可以下车了 你看非常方便 这台车看起来 就是跟一般的SUV车很像 而且蛮有运动感的 线条也漂亮 可是你告诉我说 可以带老人家 如果行动不便的话 也可以去 是 没错 真的吗 凯云我现在给你介绍 这一台厉害的 这台不单单是七人座 我刚才坐在后面 总共有三排 对不对 非常宽敞 而且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功能 我觉得这个大家都非常非常的 这个令它炸舌 你看一下 这个地方 它后面第三排座椅 对不对 我只要把它这个拉起来之后 它就可以往前 那往前之后倒下来 可是这样轮椅还是上不去 对 那所以呢 你看哦 我只要把这个地方一拉 然后它就可以往旁边 这个地方翻上去 像翅膏一样收起来 对 而且它旁边可以这样勾起来 这个呢 只要轻轻折下来 那这一边呢 也是一样 翻上去 然后勾上去之后呢 就把它折下来 有没有 就变成大 这是一个很大的空间了 对 你就想说 那这样怎么放轮椅 对对对 怎么弄呢 轮椅如果老人家的话 它这边有个安全扣扭 你把它翻开来之后 就这样很简单 你就把它拉上来 直接连成一起 拉上来之后 这边有一个黄色的卡扣 对 我就走到后面来 只要这样直接拉 很轻松 因为它这个都有油压顶杆 是 我就直接把这个地方 往后面拉 然后就放 不用去排一个排纸 对 直接把楼梯建起来 它这个是完全是铝合金 非常强壮 对 它这个承载重量也非常的安全 我有自己上去站过 对 因为我其实我来节目之前 我刚好去看了这部车 那时候我看的是五加一 但是这部其实是非常好 因为我的体重蛮重的 我就故意上去站一站 看会不会凹下去 结果呢 结果他竟然可以承载 我的重量 那我来试着推轮椅上去 真的很好 因为他的这个坡度 对 因为我们对 坡度也不会太斜 不会抖 我们要评估 那个无障碍设施 这个坡度不能太抖 对 不然他下来就像做云霄飞 而且上去又会很累 这个比较心血管 就有问题了 比较长其实还有好处 因为有时候家里面会有一阶阶梯 对不对 你也可以直接靠在上面 因为有很多东西 所以在靠在上面 你可以直接像空桥一样 就可以过去 哇就可以自己设置一个无障碍空间 那如中 我们来试试看好了 如果说您是坐在这里的话 来前演 你说我演爸爸 对对对 你演爸爸 那开始要这样抖抖抖抖 把他来来来 坐在后面 怎么会在我前面 他现在已经把他爸的个性演出来 对对对 来来来来 其实我应该扶他啦 你把他坐好 来来来来 他就可以弹一下 因为他其实上不去 我就会把他脚抬 抬上来 真的确实是心动不变了 人家会遇到的状况 慢点慢点儿子慢点儿子慢点 儿子慢点 这接着就去吗 等我一下 我帮你把这个 这个先把他弄下来 因为他上面 是我的卡榫 其实有一个安全卡榫 这个非常好用 因为我们推上去他会动嘛 对对对 我们现在只要这样 最重要是安全问题 对把他推上去之后 超轻松的 你来来来来 来 其实我们不用很正 他稍微卡上去之后 只要把这边一踩 OK就这样卡住了 他就卡住了 而且卡住之后啊 他还可以再绑安全带 就这条安全带啊 就是把他拉出来 绕过去之后 来把你处理一下 来来来 扣在哪里 在这边 不能呼吸了 不能呼吸了 你用力啦 自然 然后把他卡在这边 其实还松松的 然后再做一些调整 其实他就可以把他卡住 然后我就可以很轻松的 把这个 这个再把它折起来 有没有 这个非常轻松 收在我的下面 真的是可以直接出去 玩了 可是如果说想要喝水啦 想要这个手机要充电 或冷气冷不冷的话 有哦 他后面还有一个 专用的一个手机孔 那爸爸需要玩 那个手机的时候 还可以死 哈哈哈哈 爸爸可以玩手机 爸爸有闲警 这可以说是七珠后的VIP包厢 真的是VIP 而且他的视野因为比较高 所以你问一下这个 如中爸爸 他的感觉 看出去的感觉 不会那种被压迫的那种感觉 如中爸爸 我第一个惊讶的事情是 我很高 我爸也高 近来是OK的 真的耶 是宽敞的 是 然后这个高度 其实跟我们的前座 跟最前座驾驶座 都可以聊天 没错 也看得到视野 而且也不用说 好像一直看着后脑勺 如果说我这边有水要递给你 有毛巾 有什么 其实就可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就可以沟通了 并且其实不宅 我以为他靠着这两个收起来之后会宅 其实是蛮宽敞的 有点像一个人扮的那个座位的感觉 他没有牺牲那个坐轮椅者的这个安全性 好 我们也来看一下驾驶座 我觉得SUV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女生开到底方不方便 尤其车这么大 有时候停车等等的 所以我们今天来驾驶座看一下 像我平常有在开车嘛 那前一你说 这台车它的一些功能上面 对于如果说年纪大的人 整个位置前后距离没有办法抓得这么紧 或者有的女生很紧张的 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啊 对没错 因为它有这个360度的环境 而且它有这个迎宾模式 我们上车你发动引擎之后 它会先扫描一遍 看看车的这个周遭 有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再来呢 我们把这个打开之后 就是你看我们可以先回到这个首页 然后行车AR的模式 现在我们出现的这个是从空拍的哦 然后你看旁边有很多的点 来凯云你按一下后面这个点 好这里好像有个东西 对有个宠物什么之类的 不能撞到它 对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后面的这个地方 其实它就是有一个宠物在这个地方 然后你按下这个呢 它就是摄影机往后 而且是从上面往后看 让你可以纵观它的这个整个环境感 而且我现在看到左边这边有人耶 所以如果有时候停车的时候 要看一下到底是什么状况 来再帮我们挥挥手一下 所以主任跟三位来宾都在这里 因为它的这个摄影机 是从我们的车侧往后拍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很有用 就是比如说摩托车经过啦 或者是有什么事情的话 你都可以从这边做观察 而且你自己可以做一个调配 OK 所以还蛮准确的耶 如果你现在站的距离 大约离门一步左右 OK 所以确实在这里是看得还蛮清楚的 而且它有一个很智慧型 比如说你到了目的地之后 你要下车熄火之后对不对 它自动会跳出这两边的画面 就是让你看看 先看清楚没有摩托车了 你再开门 这个对于您法族啦 或者是我们一些女生在使用 真的非常非常有用 好 我现在先在看 随便点个地方 OK 假设是这里 对 这个地方 哦 它就会让你看到说 你点的那个地方到底是什么情况 它就上面就会出现一个摄影机 就告诉你说我们从这个方位来看 那你也可以点这个 呃 这个是透视底盘 它有一个透视底盘是什么呢 譬如说你发现旁边有个水沟 我好像有没有去压到它 我也不知道 那这个时候你按下去 就可以看到我们底盘的一个状况 有没有 车子按下去就变透明 四个轮胎的位置 譬如说我们有很多地方是那种小边边啊 你跨着去压到水沟 轮胎掉下去 你就用这个功能 所以我们基本上来讲 我们如果到了要把老人家 譬如说轮椅要下车的时候 对不对 我只要利用这套系统 我就可以观察到四周 因为以往可能你要下车 自己东看西看也很危险 那这样的话 我们在使用上面就非常方便 你看他们还站在旁边 对 他们还站在这里 好 那你刚刚说车子熄火之后 现在让车子熄火 对 你说马上会显现出来 对 有没有 哎呦 它会显现 这个非常非常有用 它有左边跟右边 它就告诉你说旁边到底有没有摩托车啊 有没有来人看得很清楚 两边它都拍出来 像这边有脚踏车 对 然后另一边有我们的来宾 对 没错 因为我们很多女生 其实有时候比较紧 你知道吗 一开门可能摩托车 冲过去会撞到 那你先看一下有这个系统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非常非常贴心的一套系统 所以在安全上面 防护 然后准确性上面 也相当足够 主任我也想问一下 从医师的观点来看 你看这个车辆还有什么 平常我们如果在帮 家里头的长辈跟小朋友挑 这种全家人都可以用的SUV的时候 也要注意到的地方 我觉得就是上车的高度 是一个很大的重点 对于影法阻炎太低的座位 它要起身不方便 但是对于太高的车位 它又爬不上去 它可能需要踩一个 它的电或是拉扶手 对 有的SUV很高 像这一台我就觉得 第一个它的这个 你感觉它的车高不高 等于就是我们如果说 主播靠过去坐上去的时候 其实一坐就上车了 它不需要再去踩一个踏板 因为它的 我去看车的时候 我发觉它的车高 比一般的车高低了五公分 低一点点 然后另外就是说 因为太高跟太低 就是有人家行动的 一遍来讲 都是比较辛苦的 还有就是说 因为我们到医院去 有时候我们希望可以 陪着爸爸妈妈到门诊 马上就到门诊 但是有时候我们开 太大型的乡行车 当福祉车的时候 那个车子往往停不进去 那种一百八十公分 限高的那个停车位 所以这个车 刚好可以进得去 然后我就可以推着 我来补充一下 这个高度是一百七十多而已 一百八以下 都全部都可以进去 而且它的长度 其实只有四米七多而已 所以说如果 我们一般在停车 基本上是 都不用特别去注意 不用不用 甚至一些机械车位 它都可以进去 因为它车长没有超过五米 它车高也没有超过一百八 这适合一般的座位 就可以坐了 所以是蛮好的 对 好 如同我也想问一下 因为你刚刚自己有 坐在车子后面 过去你也常常带爸爸出门 必须要去看医生 那当时你都怎么带他出去 起诊车 然后呢 因为那个时候变成 除非起诊的时候 他要推轮椅出来 不然就是他慢慢 一步一步爬进去 所以刚刚医生讲的一个重点 就是我爸爸上车 其实非常困难 因为他脚僵硬 对 他很僵 有很多人是用抱的 我爸爸太重了 真的抱不动 所以他上车的时候 就很难 脚 我们要把他脚 用力的跨上去 再跨上去 但这样跨上去 只有他的屁股在外面 你就开始往里面推 因为不可能 塞进去 塞到这个位置 要从那边塞过来 这个座位 刚好是在膝盖的高度 就只要坐上去就好了 我也可以 爸爸如果在等家人来接他的时候 他可以这样轻松的坐着 了解 他也不用说 他如果还不需要坐到轮椅 他可以坐在这个旁边 看着孙子玩 或是等家人来照顾他 他要站得轻轻的就可以站起来 就不用耗费很大的力气 他容易上车容易下车 他就愿意跟家人 他愿意跟家人 他不会说待在家里 老是坐在家里看电视 腦部也退化 肌肉也退化 骨子也出松 所以他这样的一个车子 可以让老人家觉得说我不是个负担 对 我对我的女儿不是负担 而且我可以补充一下 因为这个车基本上是欧洲底盘 所以刚刚如中 你坐在后面 整台车如果开高速公路 他非常稳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 他他这台车呢 其实他的售价真的在百万以内 我觉得一般的家庭 其实都可以负担的起来 而且我觉得他还有一个 就是他没有牺牲后座着 我们最宝贵的 这个老人家的安全性 因为他后面 我本来就问他说 这个车子如果轮椅坐后面 会不会撞一下 他跟我說 这个是这台车是台湾的骄傲 对 他是整个底盘 是在一起 后面还有一个甜字型干粮 不会说我爸爸坐轮椅 被撞的时候突然落下 他就落在后面 我发现他是个安全 他讲的时候 都还会带这种笑容 就是感觉是真的很喜欢 而且他后面那个坡道 刚好起来 对对对 我的老人家 我的爸爸妈妈 后面有一个这个铁板 帮我挡着 万一被撞击的时候呢 他是先撞铁板 他不会 不会直接撞击到后面的人 这个是就骨科医师 他的观点 觉得这个反而是一个保障 广告说话要继续来看 那么平常我们要训练 自己的行动力 还有什么样好的方法 而且跟仪式有关 另外这所谓的SUV变形金刚 他还可以有不同的变化 不是说只能推轮椅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健康二点零 刚如中提醒我了 健康二点零十三年的进步 两千零七年到现在 第一次可以野餐 野餐 你说这一台SUV是变形金刚 这个板子 这不是刚刚我们推论你的星光大道吗 他把他倒下来之后 你看我们坐在 如果去露营的话 坐得多棒 还可以变成一个椅子 而且这块布还是附赠的哦 是附赠的 随车附赠的 真的是多功能就对了 全家人可以一起出去玩 露营 然后就算带着爸爸行动不便的 也可以一起嘛 对不对 而且凯云你知道吗 后面除了放轮以外 看我后面的这一台 这么大的公路车 进得去 可以塞两台 都不用拆 直接露进去 而且再加一台小朋友的车子 因为出去你看全家人就可以出去游玩 这台车果然就是多功能性 所以可以照顾到老的 然后不管是带他去看医生 或者是全家出来玩 也可以照顾到小的 带着小朋友一起去骑车的概念就对了 对 如中我们觉得很羡慕 如果当时有这样子的设备的话 行的方便 或许爸爸的身体状况会比较好 或心情方面 时间不能倒流 也没有世界上没有如果这件事情 就是如果爸爸晚生几年 遇到这台车 对 好像就可以 因为我觉得我爸爸在最后几年是比较寂寞的 因为他自己慢慢的不想出门了 会被计程车的司机 因为他会觉得不方便 对啊 我好像耽误了大家 那慢慢的我们也理所当然觉得 每次出门就是我跟我妈出门 你就在家里乖乖的 那如果有这台车 我觉得可以让他参与我们的气氛 不管他听不听得懂 至少在同样一个空间当中 有时候天伦乐不是只靠语言吗 就是那个当下的一个氛围 他可以一起在里面 至少听听看我在讲什么 或者是看看这个世界 看看这个台湾 这个台北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况 毕竟他在15年内 除了家里跟医院跟小公园之外 没有去过任何地方 对 如果卢中当时有了这台 还岛都不是问题 还个两三圈回来 而且他可以实现 那个老人家 都是可以涵养 一样天年 涵养浪孙 有孙子可以陪着他 而不是老是待在一个室内 因为室内这个静态的生活形态 会让他老化得更厉害 老化更厉害 对 因为英法族 就是如果说我们是做行动不方便的英法族 每天坐在电视 电视机前面看三个小时 他的衰退的这个认知功能的上司 会增加一倍以上 那在美国他有做过一个研究 就是说他把一个18岁到30岁的族群 观察了25年 他每天看三个小时的电视 他真的认知功能就衰退了 会多了一倍以上 伤身伤心 而且连脑袋都会瘦 所以买台的一个适合三代同堂 可以出去的 不会对不起妈妈 不会对不起爸爸 不会对不起小孩 全家人都可以出去 这是大家都可以享受到他的一个 出外旅游的乐趣 而且我觉得有一个部分是我自己体验到的 就是说你知道老人家行动不便都不太想出门了 但是当有孙子 如果说今天真的到户外去了 跟着孙子一起 他就愿意走几步 然后牵着孙子 或者说他拍照也愿意到某一个地点 就至少那个行动力也要恢复 而且他会觉得我们要出去玩 所以要把自己养好 包括饮食 包括睡眠 包括吃药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 因为他的这个车型啊 其实平常你开在马路上面是一台SUV 看不出来 这个非常重要 你如果是开台乡行车 你会觉得每天上班也很怪 所以他是for日常用车 但是他又有这个功能 我就觉得太棒了 所以就是超值的功能嘛 这种加值的概念 好 但是我们这个行动力 除了说靠一个好的工具之外 我们自己的行动力也要够好 所以心敏通常怎么独立 对其实因为我们自己 尤其我现在是家里有小朋友 我跟你说 像刚乳东说他去上健身房 这对我们这种妈妈 简直就是笑胸 就是完全是奢想 因为根本不可能 所以我们只能在空档时间 掌握每一个空档时间 去好好做一些 随手就可以做的运动 所以通常我会习惯做的 就是挑一些 你可以在家里 或者你可以在户外一个定的地方 定点就可以做的 好比方说我们今天在这个露营好了 对我们就在露营的时候 总是会有空档时间 你特别无聊 你又不知道要聊什么 所以我们大家现在就可以 先站起来跟我一起做 好来站起来做什么 其实这个很简单 我们其实尤其是一些长辈的 我们的重点就在核心跟我们的大腿 所以其实我觉得核心跟大腿 在长辈的训练上是很重要的 尤其是像有照顾者 他要搬这个爸妈的时候 你的核心肌群不好 就直接用到骨头 所以第一个动作 其实就是我们说大腿 有时候比如说你旁边 有个支撑的东西 我觉得你可以拿着 那这个动作非常简单 就是我们就把你的脚 这个抬起来 抬起来之后呢 我们要动到的是 脚的全部每一个面 所以抬完之后 我们在我旁边点 好再抬起来 在我旁边点 其实这个动作很简单 但是它是可以练到 我们的前面跟侧面的力 所以比如你在聊天的时候 你就不用只聊天 你自己就可以开始做 那除了这个以外 我们有时候后面的大腿 几乎都不会动到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做完之后 我们在一样 往前然后往后点 这就有点像时钟运动法 就是一点钟两点钟这样动 而且这个动作 还有在动我们的关节 所以我们可以利用 你的这个各种时间 你现在在野餐也可以 你在等公车也可以 就可以做这个 屁股有感觉 对它会 它其实就是动我们整个 算是整个髋关节 跟我们的大腿 这个动作 可能大家就 看要不要做 但是我们在家里 尤其我自己在我们家 有时候晚上终于只剩两个小时 小朋友睡了 是你自己的时间 如果你只看电视 对我而言 我这种一次会做很多事情的 太浪费了 所以我一定会做运动 可是你又不想要做很累的运动 那我们就做一点伸展运动 我先举例 假设我家电视在正前方 OK 所以这个就是 不管是在草地上 或家里头可以做 都可以做 这个东西非常简单 就是我们 如果你没有办法 两只脚完全合着的人 你就是溃脚 但是我比较希望的是 你可以两只脚对着 然后你把你的手 抓住你的脚 然后你尽量地往身体靠 然后让你的身体是挺直的 其实这时候会有一点用到 我们背部的肌肉 那它同时也会让我们的 这个关节打开 打开 这个关节打开 所以先让你自己伸直 就这样站着 就这样坐着 坐着的时候 其实你会觉得 你的这个大腿内侧 是觉得非常的紧绷 那如果还可以的话 你可以动一下脚 这个动作其实很简单 但是它可以让我们的脚 有一点放松 跟我们的关节的骨头 这个附近是可以 比较有机会可以放松的 所以有时候 我会在家里做这个动作 就可以让客腰肌 比较放松 像我们高龄的饮法族 照顾超高龄的饮法族 在推这个轮饮的时候 有时候腰部需要 用一点力量 这个姿势可以让我们 获得伸展 比较不容易拉伸 而且我还记得 有中医师介绍过这个运动 说对于男性 圣经方面 大家都很怕什么 圣盔之类的 就是对于男性的 生殖能力 圣经方面也可以动得到 每天坐 所以在家里头 每天坐 立刻变成每天坐 待会回家就坐 OK 所以行为像这样子的话 你会建议大概坐多久 其实我自己会除了坐这个 有时候我会往侧面伸展 伸展 我就都会坐 所以有时候 比如说我在电视机前面 我家里前面就有一个防滑 电视小朋友刚好在铺 我就会在这个 当做我的瑜伽店 所以我就会在家里 做这个动作 然后做这个动作 其实做15分钟到30分钟 我觉得都OK 你就是自己看 你自己方便的时间 就是不要浪费我们生活中的 每一个片刻 看电视也可以看得 CP值更高 真的 好 所以我们今天告诉大家 其实行动力真的很重要 除了我们把肌肉练起来 吃对食物 100块钱就可以在超商 吃到足够的蛋白质之外 如果说可以让全家人一起出去 那么有一些多贡用的SUV 也是另一个选择了 下次见 拜拜 可以也猜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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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猫先拿去 刚刚忘了 喜欢健康2.0吗 一定是非常喜欢的吧 那么请大家在健康2.0的YouTube上面 订阅 按赞 分享 还有开启小铃铛 我们随时有最新的健康信息 你就可以接收到 请不吝点赞 分享